今天已经是4月2号了 阳光灿烂 那么在春天天好的时候 你会按耐不住的到你的花园去走一走看一看 可以看到很多都已经冒出芽了 你像这个亥利包也叫做圣诞玫瑰 你看花苞都长出来了 这时候你看到发芽或长花苞的东西 你就可以给它撒一层肥土了 我秋天的时候已经撒了一些肥土 现在在春天冒出芽了以后 又继续撒了一层 就这样的 看那次一季香冒出来了 前几天前院的季香冒出很多 因为那地方晒太阳晒得比较多 长得比较快 那我全都撒了肥土了 今天看到后院一些季香冒出来了 也撒上了腐质土肥土 在这个地方 我都埋上去了感觉 刚才看到有芽在这 早着了 看在窝 这个地方是菜物 就是那种小葱 可以开小花 紫花很漂亮的 也可以吃 味道也很好 那我今天看到冒出来芽了 也撒上了肥土 这个地方也似玉金香冒出芽了 也撒上土了 我的韭菜呢 这一盆呢 秋晨的时候 已经撒了一些土 现在韭菜也是属于在春天比较快就长出来的蔬菜 应该很快就冒芽了 甚至芽已经在底下了 我顶上也给它撒了一层土 那么我这个小葱 今天呢 今天呢也是给它又盖了一层土 现在已经发绿了 很多都发绿了 看 我估计一个星期到两星期就可以栽叶子吃了 这个也是缩的一层植物 看一层 给它撒上肥土了 它已经冒出芽了 这个地方呢 是前面也介绍了 几颗 寻损 asperigus asperigus 喜欢肥 也是在早春就会冒出它的芽 你就收割它的芽 所以现在 今天也给它 又铺上了一层肥土 带树叶 这是我那个的肥土地 一般在夏天都用完了 那么秋天很多树叶又开始堆上去了 经过一个冬天 底下的呢 都已经 百分之六七十都已经好了 你看都发黑了 但顶上呢 还继续在 我又加了一些新的 放在车库里面 给那些月洞植物保温的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我就又拿出来了 放在上面 还有厨房的垃圾 那么在春天 一直到夏天 你用的时候呢 不一定等整个好了 再开始用 从可以从底下扒子用 我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粗糙的呢 稍微还有就大部分腐烂了 还没腐烂完全的呢 你可以作为帽子 就是盖在发芽的 你不管是草本的 木本的灌木 树木 那么在这周围 离那个树干 或者是它的根部 你留个小圆圈 不要全盖上去 那么周围呢 给它撒一层 这样的 这个呢 不适于直接卖在土里 因为它还没有腐烂完全 可能会烧根 但是盖在上面 已经百分之六七十 复制好了 它会提供 已经有营养了 提供给下面的植物 然后呢 还会继续腐植腐烂 不但的提供 这样的 所以今天我就扒了下 底下的 把那些芋芹香 小柴物啊 牡丹啊 圣诞玫瑰啊等等 看到要准备长芽 发芽的 甚至已经发出芽来了 又给它盖上一层了 这样呢 整个春天夏天 它们都会长得很好了 每年重复这样的 看来